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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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罚则还曲解上帝的诫命 他要求整城的人都要行割礼 也就是割男性生殖器的包皮 这不只是犯错的事件要罚 其他跟他住在同一城的人都要连坐受罚 才能娶他的妹妹迪拿 从人诚意的角度来看 事件的父亲很愿意说服所有的 从城门出入的人都去做这个痛苦的割包皮手术 如此大的诚意并没有取得亚拿哥哥们的原谅 抵拿哥哥们的原谅是抵拿 抵拿的哥哥西勉还有立位到了第三天 趁大家的手术还在恢复的时候 就拿刀杀了所有的男丁 并抢夺一切所有的 抵拿的父亲雅各心里想 他认为儿子做了错事 并且他也引发了雅各心中的担心 他担心这两个儿子做的事情 会使得雅各家蒙上不守信用的臭名 另一个担心就是怕被报复 而依来杀身之祸 事件因为迷恋抵拿 他愿意求父亲前往赔罪求和 也愿意赔上几重的代价 但即使如此 人取不得对方家人的原谅 受害的抵拿家人因为怒气行了诡诈 并以一个城市的男丁 所有人的性命去赔上一个人的错 依现在的教学现场我们来处罚学生 也不能违反比例原则 刑法上也有自首可以减免的优惠 但显然抵拿的哥哥们只抓住神的话去执行 层处事件 却没有抓住神另外一个特质 宽容 依着律法事件是犯错该法 但是犯错的人如果愿意道歉求和的时候 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心意过度 反而是主的名谋修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爱的父神我们求你帮助我们 谨守自己的心 不要受到眼目的情欲而犯罪 也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因为别人得罪我们 就忘了你的慈爱是如何接纳包容我们 我们也该包容那内心痛悔的人 求主恩待 使我们将你的话放在心里 成为我们行事的亮光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